大枣加生姜打通全身的血管堵塞 你没想到吧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人们常说呀 人老先老血管 如果你查出常见的这些血管的疾病 像关心病啊 动脉硬化呀 斑块啊 高血压脑梗这些问题 那这个视频千万别划走 完整的看完之后 你就会感谢我 中医认为呢 身体有淤血患者 常会出现像舌尺的发暗 舌下的青筋又粗又黑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活血化淤的骨方 这个方法呢就是 黄芹15克 陶仁10克 桂枝10克 生姜10克 大枣4枚 白勺10克 精米100克来煮粥合 其中这里边 陶仁呢是活血化淤的 白勺呢可以补血 揉肝通络增加血流量 大枣它既补气又补血 黄芹呢是把淤血向外冲刷 气形则血形 而桂枝和生姜呢 在体内有预寒的作用 它们都是温的 这个方法里其实呢 有两组 桂枝和白勺的搭配 生姜和大枣的搭配 这是在我们中医里边说到的 盈胃不合症状 最佳的两组搭配 这个方法呢 对于气虚 血淤 寒宁 血质 很有帮助 你都记清楚了吗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在平台上随时向我提问